再来的话题目里面是要我们做一些动态效果 光影效果如这个图档所示 就刚刚的动作 接下来的话开启 这个PSD02之1这个.jpg 一样是把那个 其实就是两个字回忆 这个这两个字呢 做出什么斜角和浮雕 这个什么 设定那个图层样式 斜角和浮雕 OK 然后并且什么呢 利用那个选取的结果动态 然后加上去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 斜角和浮雕 本来就已经加上 所以你只要怎么样 做刚刚的动态效果就可以了 那怎么做 第一个 请你先把字先选起来 这个是完成的 那怎么样把字选起来 第一个请各位注意一下 字的部分是这个 那选取的方式 我先把它取消选取 因为这我刚刚试着选过 那选的方法特别注意 因为它背景背后有颜色 所以你不能用按右直接选取 这边没有那个所谓选取像素 所以必须慢慢把这个整个背景选起来 那还好这个背景都是白色的 所以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 最快的方法 当然我前面讲过 两个啦 一个是快速选取跟魔术棒 不过这一题 如果单一颜色 建议是用魔术棒 点选之后的话呢 第二个呢 请注意一下 它预设是增加一个选取区 我是建议你干脆把它移到什么 移到第二个选项 原来是这个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第二个 第二个是增加 也就是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你不要用这个 因为如果用这个的话 选了这个范围之后 里面还没选到嘛 所以你再点 它又跳到里面来了 它不会一直增加 所以如果你要增加的话 记得啊 直接点选第二个 增加自选取范围 选完的东西啊 比如说它有哪些还没选到 其实你会发现 它第一个已经选的大概了 可是里面这个有没有选到 没有 因为这边封闭起来 这边也没选到 还有哪里呢 这边也没选到 有没有 这一块也没选到 再往底下 这一块也没选到 所以这边需要 将来你不要露一块 之前有同学就露一块 白白的 看起来怪怪的 OK好 全部选到了 最后记得怎么样呢 再把它反转 因为我们选的是 后面的东西 白色的 可是我要的是什么呢 我要的是质的部分 所以反转一下 Ctrl C 再来怎么样呢 切到这边 Ctrl V 好 回忆就过来了 再来移到哪里呢 移到适当的位置 请参考一下 那个完成的这个 大概上来一点点吧 这个位置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有回忆的这个效果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呢 主要当然就是把这个背后的这个 就是它的阴影 你会发现 其实它的做法 跟那个光影还蛮像的 这个光影呢 基本上我们是负30度 可是呢 这个是几度呢 大概180或0度 那0度180 反正180或0度都可以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我们的间距 间距的话 它这个是400个像素 所谓400像素 它那个晃动的距离比较大 那这边晃动没那么大 这个大概设个50个像素就差不多了 我们来试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那做出来的效果 然后 第一个 干脆把这个地方 先把这个这个字名称也许叫做叫字好了 或者你打个回忆也可以的 我简单打一个字 图层的名称 假设这个是 好 然后把它复制一下 一样复制图层 这个叫做字的什么呢 背景 比如说 那背景应该放下面 所以把它移下来 OK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把它选取像素 然后再选起来 再把它编辑填满什么呢 填满成白色的 填满白色之后 记得怎么样呢 要加上那个动态效果之前 记得把选取的效果 取消 选取把它取消选取 好 这个时候当然字应该是白色 所以你可以把眼睛闭起来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接下来的话 就是利用滤镜里面的那个 模糊里面的什么呢 动态模糊 那这个地方本来是 负的三十度 那间距的本来是四百 把它改成五十左右 按个确定 好 那这个时候字的眼睛 可以再把它打开 这个时候有一个对啊 不过呢 你会发现它的效果好像比较多 那怎么办 有个方法 就是把背景怎么样 再多复制几个 拷贝一个 拷贝两个 这个至于数量 我想各位可以自己多复制几个 你会发现 只要每复制一个 它就越接近 什么 所以它应该复制好几层吧 反正你就多复制几个吧 这个背景部分的话 可以再复制 那复制完之后 其实甚至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稍微移动一下 拉出来一点点 有没有 这个 再把它拉过来一点点 甚至 未来如果你要变化的话 甚至可以把它往上 可不可以啊 就有一个上 往上的效果 反正这个 这个变化太大了 那主要 当然我们这一题是接近 所以你只要怎么样 只要大概 把它后面复制几个 然后呢 自己再 看把它往外拉一点点吧 我们往这边拉一点 往一个往这边拉 一个往那边拉 这样的话可以做出 接近那个完成的这个效果 就OK了 所以这个部分 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们就完成了 第五个部分 那这边的话 完成之后的话 最后好像还有一个 是那个英文字的部分 英文字 各位也可以自己试试看看 这个英文字部分 那怎么样把英文字放过来 很简单嘛 而且是白色嘛 所以哦 其实英文字非常简单嘛 你就把它选起来 甚至不用填白色啊 直接什么 拉过去贴上就好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最后其实就是把什么 把这一 这个这个里面的 这个英文字啊 它两个图层 上面这个图层按右键 复制到哪里呢 复制到我们PSD02这边 把它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你会看到这边字 就拿过 你把这个字 搬到跟完成档接近的位置 大概往下一点点 这一题就完成了 最后请你把它另存新档 存成2 这一题的话就是210 OK 然后把它存档 这一题呢 就完成了 那另外 请各位自行再利用 这边的这个题目 去做一些变化 包含就是说呢 也许本来的变化是 把它 已经把它取代了 OK好 那比如说呢 车子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也许你可以转个方向啦 或者底下的这个光 这个光束效果 也许你可以改成 比如说大灯打开啦 或者是其他效果 诸如此类 可以把这一题 另外再做一个210的变化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我们先下课休息 OK 那下一堂课的话 就把210的部分 先把210做一个完成 然后呢 记得就是再做个变化题 哦 那下词